大家好 丝瓜别再炒着吃啦 今天搭配上一把韭菜 来给大家分享一个非常好吃的新做法 做好以后鲜香入味 好吃到让您放不下筷子 跟个视频一起来看看我是怎么做的吧 首先先把丝瓜的外皮用削皮刀削去 丝瓜下去外皮后切成长罐 改刀切成厚片 然后再切成长条 最后切成这样的丝瓜钉 丝瓜切好装到一个大盘里 加一勺食盐 搅拌均匀 搅匀后放在一边腌制10分钟 腌出水分 然后再把准备好的韭菜切成碎末 把切好的韭菜装在大盆里 先加入一勺食用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在韭菜的表面形成一层油膜 就不会出水那么多 影响口感 搅匀后放在一边备用 接着准备两个鸡蛋 磕入碗中 切留适量食盐入底味 就用筷子充分的搅散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起锅倒入食用油 油热把干液倒进锅中 鸡蛋液底部稍微定型 中筷子划散 把鸡蛋炒成鸡蛋碎 也可以用铲子把鸡蛋倒入一点 像这样就可以了 把鸡蛋盛出来放凉备用 然后锅里面把水烧开 放入一把粉丝 烫上5分钟 把粉丝烫软 粉丝烫软以后捞出来 把粉丝放到凉水里面 过一遍 不会粘连在一起 粉丝过凉后捞出来 这样剪刀稍微剪碎一点 待会包的时候比较容易操作 像这样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一些配菜准备好 丝瓜也腌出了很多水分 把丝瓜倒在纱布里面 把刷布提起来 挤干丝瓜的水分 这样吃起来口感更好 丝瓜挤干水分以后 倒到韭菜里装在一起 然后把刚刚炒好的鸡蛋碎也倒进来 粉丝也倒进来 加入适量的盐调味 然后来一勺蚝油 少许的胡椒粉 用筷子搅拌均匀 丝瓜和韭菜都是比较鲜美的食材 这里不用放过多的调料 像这样充分的粉和均匀就可以了 放在一边备用 然后准备两块钱的饺子皮 先拿三四张为一叠 用擀面杖稍微擀得大一点 去一张饺子皮 放上一勺馅料 然后像包包子一样 把馅料包起来 像这样一个小包子 生披就完成了 把所有的馅料都按照这个方法 像包包子一样包起来 把馅料全部包完 准备起锅 锅里倒上食用油 用刷子刷一刷 让油润满整个锅底 然后把包子生披一个个的下入锅中 在这里冷油就可以下入了 不用等油热 包子生披一个下入锅中后 保持中火 煎两分钟左右 趁着这个时间来调个面粉水 往里面加入20克的面粉 倒入200毫升的清水 用勺子快速的搅匀 搅匀后放在一边 备用 两分钟后来看一下 包子的底部 每一个都像这样子 有一层硬壳 金黄金黄的 倒入刚刚调好的面粉水 水量没过包子的三分之二 就可以了 继续保持中火盖上盖子 给它烙上五分钟 时间到打开盖子 闻着就特别的香 这时候撒上一点黑白芝麻 点准一下 好看又真香 放着煎好以后呢 关火 倒扣上一个盘子 把包子倒盔过来以后 装盘就呈现有这样的冰花状 看的就非常的有食欲 可以直接酱汁 也可以占上自己喜欢吃的 辣椒油酱汁等等 吃起来 柔软可口 鲜香味美 皮薄鲜大 丝瓜和韭菜的鲜香 清甜都保留的很好 真的是好吃到停不下来 许会的朋友赶紧动手 试一试吧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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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